一风又发现一个大BB 和平精英官方回应游戏当中并没有加入人机 人机根本就不存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刺激战场从2018年2月9号开始测试 直到今天的和平精英已经运行了整整两年 游戏中人机的存在 它可能像幽灵一般突然出现在你的附近 并且还会随意开枪打中人的时候伤害非常低 但是最近和平精英官方的回应 却直接颠覆了所有玩家两年来对人机的认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哦对了还没有手册皮肤的 可以去看我的置顶作品 有一个超大的惊喜等着你哦 和平精英官方表示游戏当中并没有加入人机 在和平精英官方回复一段数字 游戏中是没有人机的 可能是某特种兵手机配置比较差 或者是网络信号比较差 导致看上去像人机 也就是说和平精英官方直接确认了游戏当中是没有人机的 我们遇到的实际上是100个真人玩家 而我们平时看到那些对空气开枪吸引你 并且用描边枪法对你造成蚊子叮咬一般的伤害 实际上也是真人 只因为他们手机配置差 网络差 看上去像人机而已 对于小官官这个回复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啊 反正我是不信 那么你们知道官方为什么不敢承认 游戏中存在人机的事实呢